大家好,政治揭露 第二节,刚才我把节目缩短了 不要做到20分钟了 通常15分钟就开始停,说多一点就17-18分钟 但是刚才说到NiuTV做假案 当然看到苹果日报很难无耻 他们笑在NiuTV的时候 说回陈健康事件 那个写篇文的人可能太年轻了 90后 不知道陈健康事件是苹果 著名的假新闻事件 做假,就是黄丝最喜欢做的了 他们帮人整饰整水 在那里吹,在那里搞一些分化 嚇到你,说真的 对到这个时代 你都打不走共产党了 还在那里说大陆人吃光你香港的福利 你以为大陆肥过你香港啊 你以为大陆人很想来香港吗 如果没有亲戚在那里,来香港干什么呢 大陆的人,在用华为手机 不知道了 有些人说从庆开始试用 我不是在重庆住 有些网友在下面留言说有 我不清楚的 正式运作应该是没有 试用版 但是人家在用5G了 大佬 人家的城市地大密博 那些东西都没那么贵了 香港 那些人要来香港住纳米楼 轮高屋轮十几二十年 很多大陆人 我觉得他们不是很愿意来香港 现在很多大陆人甚至不愿意来香港读书 不过也有 有些人说 有些生意经香港做始终容易一些 有些人在香港读完书 就继续入国企 入了一些香港的中资企业 他可能来香港住 那别人来香港住 但是呢 都不是常常留在这里 因为觉得香港很落后 常常吵架 读书的 你们这些人都发疯 叫港独 大佬 很多大陆人来 上网去看 觉得香港很奇怪 为什么常常 传媒 比如说 你NiuTV 现在你去造假 去做东西 那你这里也是 这位女士真的多次 有很多剧照 不止一张 就是 他们现在香港这些黄丝势力 是吧 就是在这里 苹果以外 还有NiuTV 还有呢 这个 港台 有时候港台呢 找不到 不要紧 王全璋 一条大陆的 所谓的维权人士 为什么权呢 间调 根本就是在这里 在中国做颠覆 收美国人钱 帮法轮功出头 那法轮功是什么 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潑污水的一个组织 就是说他抹黑 我都觉得不够 这两个字 潑污水 法轮功说的那些东西 其实你可以说 真理报色的 你一拿着法轮功 大纪元体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调转来想 就是很肉酸的 但是这些黄泉璋 那时候刘晓波 都是同一类角色 叫外国殖民中国 多几百年 去学民主 但是这些角色 泛民那些全家产 就很开心 这个是黄泉璋 又走去 中联办 又有公开 又是郭家琪 李何俊仁 立法会看完AV 然后在花生台叫完鸡 休完一条褲 就去支持黄泉璋 真是开心 挺好的 这些人我上次不记得 写文联的 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中文名叫什么 有长毛 这些容易打鹿 就是去支门汉奸 那时候有人在我身边 说 这些维权人士全部都是 中共的共谍 真的很好笑 这些是中共共谍之后 这些民主党这些全部都是共谍 真是鼎你个废 这些黄尸就会说这些东西 那些都是发辣花瘫 一个在大陆颠覆政权的人 你说他是共谍 然后呢 其实他为什么是共谍呢 就是江家反习 那样 就是 我觉得共产党里面是有内斗 但是内斗呢 还没严重到他说到这样 就是 撑人搞港独啊 撑人是颠覆政府啊 那样 但是泛民这些仆街呢 肯定收美国佬钱 就是那个郭家琪呢 以前觉得他是医生 好像说话 好像牛逗逗那样 现在呢 在电视机里看到郭家琪呢 是说话呢 是很绝绝逼人的 就是跟他的党友呢 那些什么郭荣亨那些呢 差不多的 就是很烦艳的 就是看到郭家琪呢 出来又在说 政府做得不够 因为现在呢 流感功夫期政府是不够 他的安排 就去服务市民 但是 郭家琪先生 是你这群黄尸医生 不让香港政府 输入 英联邦医生的嘛 你们说大陆那些医生呢 可能呢 就 质素不好 你说不让他来 那其实我也质疑 现在大陆的科技 各样东西 都已经追得挺 挺近的 甚至某些东西 超越了西方 5G这样 高铁这样 医学那方面 你说大陆的医生 你不够香港人好呢 我开始怀疑 但是OK了 不要紧要了 你说不让大陆医生来 香港執业 那香港不够医生啊 那为什么 你九七后呢 连那些英联邦医生 都不让来香港呢 那时候呢 很出名 有个人叫史泰祖 就在加拿大读医的 读完医在香港来找钱 九七前就行了 九七后呢 你郭家琪 就是公民党集团 又或者大量的黄医生 那为什么说那些医生是黄的呢 我发觉呢 医学界呢 有14个人呢 去支持这个 当年的胡国卿呢 去选特首 另外有14个呢 去支持曾俊华的 就是说呢 其实有28个呢 医学界选委呢 开牌是黄色的 其实上一集呢 我说曾俊华那件事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集 view数不算多 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政治分析 你再起一张名单吧 你就见到哪个中哪个奸 哪些人是邪的 有时候见到 刚才说的沙中事业 有个人叫危学人 经常在这里拆了他 那个危学人 经常是公称太权威那样 哦 他提名曾俊华的 那就是什么呢 又是黄色分子 就是 见到无线里面也有很多黄丝 不过无线上面的新闻报的顶 就不是那么黄 但是下面那些呢 都会偷偷地去黄的 有时候 找危学人来说话 跟着就说到 港珠澳大桥就快崩了 台风吹 山竹吹 那条桥崩了 那就没事了 是不是 你见到这些 说回医院那些 你会觉得现在香港的问题 政府有 有上万亿储备 他肯建医院了 那你们这些人 所谓民主自由 你这些人是 专业界人士 你这些黄医生 即是你吃 英国佬奶水 是吧 说句句都是英文 你觉得 真的要黄色的 要反共 那样 那但你们要做到 混蛋的时候 那你们是不让 香港引入外国医生 香港的医生人工是高的 但是因为香港真的 政府扔50亿 在一些地方建医院 比如说北大嶼山医院 开了不够医生的 可能开多些 开多些都没用的 你不够医生就是问题 香港 始终有问题 有些大陆医疗的水准 有些人会说他想来香港医 也不可以说香港完全没有优势 我也不觉得是 香港有优势 有些大陆人来香港要医病 他下来自然私家医院会比较紧逼 你不让多些医生来香港執业 那就自然就是你们做到的 然后呢 又说有四五千人在公家医院的系统 就在排队了 现在香港呢 这些就是你们这些黄尸 你们又要自私 不让人去扩大你的专业壟断 你又怕人工低了 看到那些医疗福利界的人 又去政府示威 那你给不给护士的资格降低一些呢 现在的护士各个都要读大学的 读好很多书 有些护士 他其实担担抬抬抬抬 撕棉花而已 不需要每个都读那么多的嘛 但是香港的制度就是 你要每个都读很多 浪高个门槛 那些供应就不够了 对不对 有时看到香港拿着钱 但是在政治上全部都是不通的 有钱想建一间医院 那你不准引入外国医生 或者英联邦医生 不准把护士分多几级 然后给低级护士做些粗重的东西 读很多书 认识很多东西的护士 入手术室 跟医生有讲有答那些 个个都以为是这样 个个都去做粗重的东西 香港是一個死局 因為政治上很多時候 合理的事情 是被一些專業抗拒 接著 那些商家那邊也是 其實香港社會是很不正常的 他們不給標準公示 員工就做到很瘋狂 不正常 香港人是怨氣多 就是因為 香港政治結構上 長期泛民加自由黨這些商界議員 佔議會多數 政府要通過一些東西 就要去收買這些商家佬 收買一些功能組別的議員 有時候醫學界都要跳過來 撐政府也不出奇 政府不敢動搖他們 專業壟斷 對嗎 所以香港的事情 就什麼都綁了 接著其實這一節 多說一點 除了醫院的事情 要去罵一下NiuTV 其實我沒有罵完 不過有人做圖都做得很好 就是 記者協會 那些主席 為什麼這件事不出來 就是 譴責 譴責NiuTV 做假新聞 假訪問呢 是的 這些是 很明顯的 香港 香港就是 這班人 在這裏壟斷了 話語權 在香港上 常常 在這裏罵政府 怎樣 不保護言論自由 那為什麼不保護連戰自由呢 就是 就是 梁天琦 有權講港獨 那這個 這個記協的人 就撲出來 是吧 就說 政府打壓FCC 這樣 那現在你的記者 是去在這裏 就是 現在是NiuTV 整個新聞的 節目 去造假 沒有了影 這些 雙重標準 是很明顯的 譬如說 民主黨那樣 就是 你找兆堅 林卓廷 去打保安 所謂打保安者 就是你去衝出去 又罵特首 又罵 又不准通過 這個一地兩檢 那樣 跟著你出衝保安 那跟著呢 是一個 因為那些 立法會的保安 是under 這個立法的體系 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制度來講 律政司要傳召 這些受傷的保安 是需要通知立法會 立法會要議論的 在議論的過程裏面 泛民的人都撲出來 以假難民之父 張超雄 就大大聲聲 就說 硬黨 就說什麼立法會 不應該什麼什麼 不要小事發大 小事發大 在議論上 在議論上 阻止這些受傷的保安 接受這個律政司傳召 去控告林卓廷 就是 控告的這個 尹兆堅 那就是這些 濫權 就是 你外面 少少東西 像朱京韻一件事 可能朱京韻 他真的 我覺得 真的 我認為 以前我的立場 都說了 他是不應該告的 那件事我不針對馬道立 因為最後馬道立 不讓他上訴 可能打是很明顯的 我不爭論法律觀點 但當初是不應該告朱京韻的 那場這麼亂 朱京韻無心之失 就是我這樣看 那OK 那如果你們黃絲 要殺死 朱京韻 覺得他很差 那接著 你林卓廷這些 你這樣去衝保安 令到他受傷 去驗過傷 就真的身體有所傷害 那你就一樣 應該好像朱京韻那樣 朱京韻如果死有餘辜 你林卓廷韻兆堅 為什麼不是死有餘辜 啊 撐你的肺 這個 我覺得很明顯 就是 常常都是假裝公義 其實是長期 雙重標準的 你們黃絲那班人 總之就是 哎 政府那些 警察那些 警察就死一頸 政府呢 就全部一定是錯 是吧 等一下呢 可以說 呃 郭少傑那件事 那個又是相同標準 是吧 就是你在日本的呢 你也不敢說 在香港呢 那些警察 或者是政府保安呢 擋你們呢 他們就全部都是 人渣 是吧 全部都是威權 政治打壓 就是 你 尹兆堅 林卓廷 你們 才真真正正的 暴力打壓那些保安 人家告你 你真是要弄傷人的 為什麼要告你呢 人家進去醫院 驗傷的 政治打壓 雙重標準 你要整死朱驚慧 嘛 用同一個標準 尹兆堅 林卓廷 是應該要坐啊